高举双手欢呼 中华射箭队的谭雅婷、雷千莹和林施嘉 台湾时间8号联手以5比3的积分 击败意大利 摘下李渭奥运女子团体的铜牌 平均年龄23.6岁的女孩们 不仅替我国进账一面奖牌 还是台湾睽违12年来的奥运射箭奖牌 弥足珍贵 桌球赛事方面 陈思雨一致两战 先击败白俄罗斯、普利娃洛娃 32强赛面对土耳其侯美林 以直落四获胜、闯进16强 这也是他个人奥运单打的最佳成绩 至于男子组的庄志渊 第四度参加奥运 对战全球排名第40名的 奈及利亚选手阿鲁纳 失掉首局后第二局一度领先 最终是以7比11败阵 爆冷输掉首轮 同样打得辛苦的 还有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 男单首轮先胜后衰 以6比3、3比6、4比6 不敌意大利选手洛伦奇 宣告结束本届奥运赛事 有点TV综合报道